我们在林区的家买鱼 所以现在他们在抓今天买这个鱼 然后做一个酸辣火锅也蛮好吃的 哇我们看他们抓鱼啊抓到第一条了 虽然这个湖比较小但是也不好抓啊 我看他们这么热的天也蛮辛苦的 但是大家都很开心 在农村的生活很安眠 一般东西都是自己做出来自己吃安全 实惠没有城市生活那么多的担心 我觉得在农村的人 大家都很简单 每天吃饱 穿揽 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 一直到高中就开始出来吃力 因为我们那边的农村没有高中学校 要到县城才有高中学校 所以我们到要出来住房上学 很早就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的 一直这样的生活到大学 出来工作也都是住房子的 现在远家也有很多年了 有时候也是很想回农村那边的 但是没办法 我们这个年轻人啊 都要在城市找机会的 好的 我们不多说了 我们继续看他们抓鱼吧 我们这几天啊 天气超级热 都是39度的 我们这边的夏天 人家也比较喜欢吃清淡的东西 还有火锅也可以的 所以今天我也来买这个鱼 回来泡汤或者做火锅都可以 这个鱼是他们家的自己养 然后现在卖 一般都是卖给邻居 因为养也不是很多 他们是专门养那个王八 不是养这个鱼 但是如果有人来买 他们也会卖的 也是蛮便宜的 一公斤才六万越南顿 就相当于人民币在二十块钱一公斤 我也不知道大家那边这个鱼多少钱 但是如果是在我们这边到菜市场买 那会贵了一点 就大概八万一公斤 就二十多块钱左右 我们现在是夏天天气很热 所以像农民他们每一天工作也是蛮辛苦的 我回到这边我看他们很早就起来 就大概是凌晨四点半起来就 就开始工作了 然后一直做到早上九点 他们就休息 因为九点开始的天气特别的热了 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 天气会凉快一点 他们再出来工作到晚上六点 六点半左右就结束 就每一天都这样的 嗯 可以躲一下那个太阳 不然天气特别的热 那个白天的工作也干不了多少 呀我看到一条鱼它跳出来了 也不算很大 但是也差不多有三百克的 你们看他们在这边的生活呢 虽然条件没有城市那么好 但是在他们的脸上呢 都是笑容 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 但是他们在这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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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白天工作 然后下午就住在一个村 几个大树 差不多在五点左右 就是一天结束的 一天工作结束后 他们都是一起坐出来 然后喝酒聊聊天这样的 大部分的地方都会这样 虽然喝酒太多不太好 但是他们都很开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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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酸辣火锅 或者酸辣汤的鱿鱼 很久了我都没有吃 所以今天回到这边也可以尝一下 好 希望大家喜欢小鱼的视频 我会经常分享我们这边的越南生活 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包括这边的旅游 都会分享 都会分享给大家了解 喜欢小鱼的视频 大家可以给我个赞 分享 如果没有订阅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给我一个订阅吧 下个影片见 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 谢谢大家的关注 拜拜